- 大家好,我是翠鱼!- 大家好! - 大家也不是J,沒錯,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 逼合!沒錯 - 逼合的大獎是什麼? - 大獎喔! - 逼合的大獎還 - 因為說真的,玉子已經有三神了 - 我真的也不確定,水馬會用到,三神會配水馬 我私心其實會想要意圖的黑白神 他中間佔了一個N 哇 有夠帥 原本大獎一定就是三神 因為三神一定會是這段主題 因為上一部影片有講 少了一些牌 所以可能超夢不一定會這麼強 對 那這樣的話三神就變得更穩定 長耳兔跟胖丁TT 那張超級強 他只要三顆能量就可以打 基礎打60 然後對方有一隻隻殺怪 你再打60 所以如果你場上敢下三隻隻殺 就可以打死皮傑 因為皮傑這一段完全沒辦法打 因為我四個 因為所有人都一定三一張會關 對 然後直接可以打死他 因為它五色能量就可以 所以所有人都會放 所以皮傑這一段超難受的 幹 其實還是希望可以抽到三神 其他的模樣版本 欸幹 What's up 幹什麼哥啊你幹嘛 你不要跟我說你刷到三個雕像喔 沒有沒有 看好帥喔 OMG 喔這個是SR的是不是 HR的 這跟我們上一次一樣 哇靠你第一包直接HR 之前台灣第一張欸 台灣第一張HR黑白神 N好帥喔他這張做得好帥 但我覺得就是 不要那麼閃比較好看 來我們看一下他的力 第一招雷無雙是從自己的貝殘寶狗夢 所附加的雷屬跟火屬性的基本能量卡 抽出最多三張丟到氣牌去 造成丟竊章做成90 喔他是丟牌流 他跟那個小碰頭一樣是不是 只是他一張是成90有點痛 三張就直接把那個皮鞋換下去了 GX是對手的一隻貝殘寶狗受170點傷害 若從手牌使出了N的覺悟 折對手的另一隻貝殘寶狗夢 受到170點傷害 你可以殺一隻貝殘寶狗 好掉 哇全台第一張 好好看喔 太好看了吧 小瞎的請求 他這張是可以直接拿三張支援者卡到手上 所以你就是 例如說你打一些什麼三姐妹牌啊 或者是之後有一個可達壓呆呆獸基金 他就是你手上丟幾張支援者 就打40 所以你就可以用小瞎的請求來支援者牌來丟 來擠支援者再一口請求 很可愛的小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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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第一招 假如對手獎勵卡剩3張的話 他再加90滴他打120 他的血線剛好是那個 閃電鳥超越他的 然後這個很猛喔 他只要一顆能量就可以打120 但他要棄四張牌 喔 棄牌庫上的四張牌 他也要更屌這種啊 當你牌庫棄到剩三張以下的時候 你就可以打180 很屌 你知道有龍頭地鼠牌 我之前在翻日本店鋪賽的一些比賽 然後就有龍頭地鼠牌 超酷的 好酷喔 可以打出來也蠻屌的 欸 多勝橘石獸 喔這個重點牌來了 重點牌來了 他的特性就是 只要他在場上 自己場上寶可爾夢的數量 如果比對手場上寶可爾夢 還要少的話 他無法從手把使出物品卡 很好用 可以壓滅了 對 配合耿鬼體體 然後對方就是不能出 他就會一直在手上 一隻卡一隻卡的道具 然後被你打抽到一拳 然後一直打抽到一拳 然後這個 比克提尼呢 他主要是 他第一招 只要一顆火能就可以做 然後可以填兩個 不同屬性的基本能量 以任意方式填到自己的寶可夢身上 像三神可以配他 喔 例如說三神你可以放那個 那個彩男 你可以填他彩男 然後再做這一招 這樣 喔就可以填到三神身上 對就可以填到三神 因為三神是 那個要兩顆 一顆缸一顆水 加一顆五色這樣 唉唷很香 很香很香 那個 那個 竹籃&加德莉亞 其實我不知道加德莉亞是誰 你怎麼知道 這是誰 第一次看他頭髮好長喔 總之就是除了他自己 然後還有 因為這張牌的效果 被丟到氣牌區的牌卡之外 然後給對手看過後加入手牌 然後再使用這張卡時 可外將自己一張手牌丟到氣牌的區 這個情況下 你可以從自己牌坡抽成這樣 喔 他可以從氣牌哪一張 拿一個 拿一個支援色 然後再摸三張 還不錯耶 好用 我抽到寶可夢通信的 那個 異圖版 欸 異圖3.0 我討厭3.0 每次就用到4.0 要幹可以從 氣牌區拿一張寶可夢 然後還有寶可夢道具 然後 重新 洗回牌庫 也是啦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這個CHR 太香了吧 CHR的部分 哇好好看喔 哇不講我還以為是拳圖咧 對我剛剛也以為 哇又招到拳圖 欸好好看喔 天哪 太好看了 我們不講了你可是他真的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喔 好有收賞價值喔 可以收一下這一彈的CHR CHR 球啦這個啦 三神鳥 喔三神鳥 三神鳥也是一個 超級難 食 他的 他的甜能很困難 你看他要 水火墊加一顆五 打兩百一 但他還有三百血喔 他的橘塔很丟啦 他的橘塔是 把這一隻寶可夢 跟附加卡全部擠回去 這個聽起來很尿 但是呢 當你有水火墊各一的時候呢 有額外各有一個 你可以打對方三隻寶可夢 各一百一 快速的做出 例如說 你可能先用那個 恩的覺醒就是 七六張牌 把裡面的能量填上去 欸剛剛不是有一張可以 甜能效果 對 或是快刀之類的 你可以 你有辦法做一些快速的甜能 比克提尼也可以 對 你有快速的甜能手 例如說比克提尼啊 之類的 甜一甜 然後對方 不是玩那種TT怪 要進化的話 上去做GX 直接清掉對方三隻 是沒問題的 是沒問題的 就直接結束遊戲了 OMG 他是可以這樣打的 這裡有怪獸狂 還算超好秀的 從自己排骨之後 最多三張 撤退手續能量為4的寶可夢 雖然給對手看過以後 加入手來幣重新 欸火神而GX 其實這盤火牌 蠻優秀的一張 他的特性是 他的特性是 你可以丟一顆火牌 炸對方的死 多做這個補到好不好 不了解 江湃王打230 喔確實 差一點的話 就用他收尾 例如說你差 例如說這一彈那個 三神 是280 然後三神的話 你就是 噴火龍頭來 打260 然後再丟 然後再補過這個 就可以收他 第二招 第一招是逆火 是逆火 是可以用龍街弓再填上去啊 只是 有點小麻煩 感覺不是 這張智慧星是夏柏猜謎欸 就是你把一張牌 蓋著問他這張是什麼屬性 猜錯的話 你抽4張 他猜對他抽4張 我現在是活動可以辦智慧星的猜謎 智慧星的猜謎 欸 欸 喔 CHR靠腰嚇死我 馬智慧 馬智慧 馬智慧跟小吃虎 喔 有夠好看欸 好這樣拉補拉絲 他就可以 你說有楚爹的 對 他就可以配那個 可達鴨跟呆呆獸提提 然後他就可以直接 拉小霞的請求到手上 然後再把小霞的請求 再開再拉三個角色這樣子 溜冰手我覺得還不錯 他是 從手牌丟一張牌 然後抽2 然後如果你丟的是能量的話 再醜了 唉唷 馬奧跟水蓮 哇 喔這張很強 他的第一招就是 Switch 但他的重點是 你再多丟兩張手牌的話 你可以把進入備戰的那一隻 就以Switch換下來的那一隻 補120 超多 唉唷超多欸 唉唷唉唷 好長耳兔 大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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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低語長耳兔 這隻大家都需要一招 大家都需要欸 第一招就增加對手GX的數量 所以60 就我們剛剛講的 基本就60了 記憶以60 對 我們就用三隻GX一招 打死一隻傑克爾弱 然後第二招的話是睡眠 將對手的寶可夢睡眠 如果還附有四個的話 將對手一次被浪寶可夢受兩倍的傷 藍白點傷害 哇 我屌 哈哈哈哈 你抽到那個 三神鳥 竟然是三神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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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欸你這一包兩張 一張HR一張SR欸 其實還不錯欸 好像有點厲害欸 然後這個這一段開始 有了新牌 就是它也是寶可夢道具 然後你就變成說 你會多這個GX一招這樣 要有空氣盞的寶可夢裝這招 然後你就可以使用GX一招 好酷喔 可以多一招 我覺得有點酷 其實還不錯欸 配率蠻高的 不錯欸 抽到HR再一次啊 對 然後這隻 長蛾兔屁 有點 有點 好像有點好 喔 煤炭龜 欸一個是CHR 欸我發現一盒大概三張 一盒應該是三張啦 對 唉唷 你幫我看這一張 旋理陣 諸導旋理陣 附有這張的GX一招寶可夢的HP 最大HP減少100 然後如果因為對手招式傷害氣絕的話 然後獲得獎勵卡少 你看他在裝點錢的身上 喔好像可以欸 就只有一顆 喔可以欸 好啦那這就是我們的 這顆B 我覺得還不錯欸 很好 今天很好 一張S啊一張H啊 這樣 我剛剛真的以為是那個 我以為會再開到一張那個 黑白神 黑白神 好啦那以上就這次開箱影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說 這一代你們有考慮要玩 什麼牌組 各位觀眾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留言喜歡 那喜歡PSC 繼續四葉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假如 欸 不錯說不定之後還有機會可以抽獎出去 OK 那我們最後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掰掰